维持916仍然是中线看好的看法 还是要调整一下? 因为现在见买价仍然在潜不紧 是的,我要说点几点原因 主要来说就是一些风电项目的招标 其实价位低了很多 所以大家会计数 原来是这么低的话 那么任何风力发电的公司未来的盈利 可能跟之前的判决有点不同 这是其中一个消息 第二就是有399亿的补贴 应该会发放 当中有8几亿是封电的 市场全民的浪源是没份的 所以就令到股价跌得比较多 15元我们买入价 到现在其实都差不多10% 多于10%少少了 坦白说 当然我们看回那次招标来计 是有很多一次性的因素 不代表未来的封电的招标 都是这么低价的 但是第一个市场 不是看得太明朗 市场会继续波动 二来我想我们也要做一个风险管理 所以我坦白说 我会定在15% 12.75% 就会做止蚀 如果你说 会不会跌下去之后 就见底 接着又升上19元 不要这么说 市场永远都不知道 是 卖只摸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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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摸 例如说给亚迪做得好 可以随便有一个 整个组合计 我都想每一只都赢 但现实中都要做风险管理 所以我会定在12.75% 有人想追问你 其中一只的七小福 什么916 观众就问 现在又可不可以进入呢? 这个很难回答 因为我会觉得 在数据上 基本因素上 刚才解释了 似乎那个 中标其实是一次性的因素 不过 你看到技术走势 都是比较弱一点 所以在现在的市况 都不算明朗 我会再等一件事 就是在图表上 有一个见底的迹象 图表上见到见底 可能是高低脚也好 原底也好 怎样都好 再配合着 我们的基本因素 第一 你多看两三日 看看事情如何发酵 第二 你真的见到 影响性不大 我觉得买下去 哪怕 可能现在是13.18 你买贵的两三毫 五毫 都比我们之前 建议的15元便便宜 所以我觉得 在这个例子里面 我会等到技术图表 出现一个见底的迹象 才再买下去 但反过来你说 不是 我也是打算打散 买了那七只 而每一只可以分两注 我觉得 你只不过是十四分之一的 一个部署 这些位置其实有 直播率也高 因为始终累积了比较大的跌幅 就算前景是差了 转线有个反弹的话 也足够让你有位置走的了 所以我觉得 第一要看回你的部署 但如果你说 我还是得一注钱的话 我就倾向 等图表上 有一个见底迹象 才再入市 是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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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